来自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同时插播给您 在这一列疑似在有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火车 在刚刚通过大陆和北韩的边界 显示金正日已经结束了 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 打道回府 而画面上 带您来看到这列火车 正缓缓通过北韩 跟中国大陆边界的图门家 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这北韩领导人金正日 应该就在这列火车上头 金正日是26号 突然造访了中国大陆 而这也是金正日在三个月之内 第二度访中 引起外界高度的关注 尤其他这趟出访 还带着他的这个幼子金正迎 一般相信他可能有意传位给这个儿子 所以特地出访取得北京当局的支持